蘇丹鳳這件事 如果有辣椒粉 我減鹹到蘇丹鳳要退官 你的部長說 才會知道你們大家都很愛吃陷 沒有 我感覺你的部長因此是事情 這…大家愛吃陷 這多少農親多分開呢 這…愛吃陷 這是我們人民的習慣 你才可以怪我們愛吃陷 沒有啦… 我…我還要尊重 部長就是這樣說啊 要尊重大家的口味 真危險 我們直接跟你… 你會記得台中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的討論 剛好就延宕了大概兩個禮拜 都在討論那個西布特羅的事情 是 結果事情你也知道 我們台灣人說的 了解的生理沒有人做 台頭的生理有人做 沒有錯 有博利嘛 所以剛才發生蘇丹鳳 當然 你的態度是很清楚 我也知道 你看事情很可靠 不然就整個 一些委員在這裡 變成配合 你配合 讓所有台灣人的感覺 欸 改正檢驗到的時候 應該給 當事人有15天的緩衝期 剛才那時候 驗出蘇丹鳳的時候 你看看 我們就多吃15天的蘇丹鳳 沒有…這就有事情 沒有…這社會就是這樣啊 因為什麼 當時你做一種發表的時候 做生理人 那檢驗到 要行政議員就說 這要讓 這個單位要生人 申訴 申訴15天啊 這…你這樣說完全不對 這分林管政府 不是你的問題啦 分林管政府查出來 以後他馬上就有重播 就馬上叫他下架 這件事 不能混為一談 我給你問說 林檢出 檢驗到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 即時公佈 你也說是嘛 齁 你那時候是這樣給我贏的嘛 你不記得嗎 這…這兩…我… 現在你… 講師父特羅 我在跟你問那時候 你怎麼不記得 我給你問說 林檢出 萊克多巴胺 以前授體數是林檢出 但是地方檢驗機 我如果檢驗到 是不是要即時公佈 你跟我說是啊 那是健康的時候 是 那是 我跟你說 我…我剛才都跟你說 所有… 所有的那個… 你不記得 後來 你們最后的調查報告出來 也沒有說 是否受到污染啊 這樣為什麼不健康 但是… 那個報告… 林檢驗是怎樣 那個報告裡面 是啊 林檢驗是… 我現在不是要和你說過期的事情 那裡已經一段落 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蘇丹峰的東西 這麼嚴重 但是… 你就知道我請教你了 因為我要要你去調查 就是說 過去有這個案例嗎 海關嚴重 要求退官的時候 如果沒有退官 有狗結 併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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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退官 他有退官 有退官 對 你慶電全部都退官 這個蘇丹峰這件事 如果有辣椒粉 我怕嚴重蘇丹峰 他就要退官 好 退官… 你的部長說什麼 你的部長說 還會知道 你們大家都很愛吃險 我… 我感覺你的部長因這事 這…大家愛吃險 這…大家愛吃險 那這是我們人民的習慣 你才可以怪我們愛吃險 沒有啦… 沒有人怪… 我感覺要尊重大家 我感覺就是這樣說 要尊重大家的口味 所以你要交通一下 好 我要來交通 這種事件是不必要的 好…是 確實 害死人喔 害死前民耶 這很討厭啊 這個民進黨 衛服部應該下台的啦 我覺得衛服部太失職了 你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些的態度 你覺得會很好嗎 他們只是把事情趕快 蓋掉就好 有處理就好了 不然怎麼辦 你覺得會很好嗎 覺得就老樣子吧 反正自己自求多虎比較好 蘇丹宏辣椒粉 時安風暴越演越烈 現在不只辣椒粉 咖哩粉 胡椒粉 甚至連沙茶醬等調味料 都被驗出含有相關成分 網路上討論熱度直接爆表 只有大師公11號就實際上街 來聽一看民眾真實的想法 害死人還怎麼看 平常會吃辣椒 會啊 以前有吃過 渣茶醬 辣椒醬 都會啊 這麼多食安的問題 像我自己本身在吃很多東西 我會習慣看背面的成分標示 因為看成分標示 你至少比較可以知道 有那麼多添加物的東西 你就不要吃 就最近不要吃辣吧 就是盡量不要添加一些 就是吃原型食物這樣子 會不會擔心以前自己曾經吃過 可能一定有吧 其實應該說它每一種大概都會有 只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有吃下去 今天連那個沙發醬也有 我是不吃沙茶的 但我覺得很多人吃啊 有點可怕 還好耶 因為不是吃很多 大家還是要有道德啊 這種不能吃的東西還是不能亂加 最好就是在你在家裡裡面用餐自己煮 會吃還是會吃 愛吃辣的人 你叫他不吃不可能啦 就是他現在查了這幾家 你哪知道有哪幾家是還沒有被查到的 所以行行擔心那個人不如就 就還是放寬心吧 目前政府處理的態度怎麼樣 不好 衛福部也沒有檢查出來 這六年前就檢查出來 他們才沒有公布啊 這樣對嗎 害死人喔 害死全民耶 這很討厭啊 這個民進黨 衛福部應該下台的啦 我覺得衛福部太失職了 我只能講這句話 衛福部太失職 你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些的態度 你覺得會很好嗎 我覺得都不是不夠積極啊 而且政府每次對於消費者 對我們人民來講 我覺得他們只是把事情趕快蓋掉就好 那每次的事情還是一直層出不窮的發生 可是你沒有看過他對於食安 對於這部分有做積極的處理 把它防範在未來 這個東西政府是沒有做到的 我覺得就老樣子吧 反正自己自求多福比較好 就是說反正每次出事情 反正人民就是自己靠自己 你什麼都要靠政府 我覺得他應該也很難吧 還不夠積極 還要再加保健 如果說他積極一點差的話 上面的主管單位那個開記者會 他就不應該把咖啡混一台 這樣就是混淆四天啊 因為咖啡歸咖啡 咖啡是咖啡因 他那個也是化學有毒物品 不同不能同等論 不可以把它模糊化 你模糊化你就是沒有真心要處理 我覺得要積極一點 因為這是民生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消費者大家我覺得都很害怕 因為幾乎我想每個人都一定有吃到 或多或少都有 我覺得要積極 不是說發現一樣 大家就很恐慌 然後可能其實還有很多 判刑要判重一點 那個奸商才會怕 判刑太輕了 對啊 我沒有很仔細關心 請他們加油 對 食安問題一直都是滿棘手的問題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 現在也就只能先直線 那一定不可能處理到 讓每個人都滿意 我自己是覺得 以現階段來說 查測是最重要的事情啦 對不對 所以應該還行 有處理就好了 不然怎麼辦 每一項的問題 都拿出來講很好啊 要改進啊 有講才會改進啊 沒講怎麼會改進 因為你有報出來 你有檢討啊 這樣是很好啊 我們想問一下那個 最近就是演那個 蘇丹宏食安事件 你知道這個新聞嗎 不知道耶 不知道 不知道蘇丹宏 不知道被偷大老師 他現在會少吃嗎 當然啦 不敢吃了啦 還少吃